今天我們大家都沒錢 所以我們今天弄了一些 嘴炮的統獨問題 我覺得我個人非常遺憾 意識形態造成兩岸極動 同時升高軍人風險 絕大部分都不是為了 台獨的理念而進駐軍隊 賴清德之流的 都是醫生的家庭的話 我們就要問說 這一些資本家 企業家 醫生的這些主張 台獨的工作者 你的家裡面 有幾個孩子去當兵 主張台獨拉高兩岸緊張 但是為台獨主張而戰的 卻是別人家小孩 清寒家庭的子弟來當兵 當兵的時候 又沒有給他們好的設備 沒有給他們好的伙食 然後他卻要為 你這個台獨工作者而戰 對他來講 他覺得我沒有要為你而戰 我在立法院裡面 不斷的以前聽到 民進黨的朋友們 同事們 不斷的問國防部長說 你們軍隊會不會管我 為台獨而戰 會不會 不斷的問不斷的問 部長要答護士不會 不會 不會 不只有兵容相近的危險 軍長立委對國防的關係 似乎更畫錯重點 和光影星散邊跳傘意外墜地 同一天高雄海軍陸戰隊 一名士兵 不順捲入兩機旅車的旅帶 手臉都受傷 裝備不是絕對的問題 整個的問題就是士氣低落 不知為何而戰 人對兩岸卻以對抗相逼 民進黨政策上拿不出 和平共處的辦法 難道一黨之私 犧牲全民安全 這台北綜合報導